实际上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空文件夹 还是在我们之前的demo的文件夹中 我们创建一个空文件夹叫StreamTest 然后在StreamTest里面 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们也不用再去安装APM环境了 因为暂时还用不到 然后在代码中我们看一下代码中 StreamTest里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叫 Test1.js 我们从这里面开始写 我们先写一下我们第一个例子 就是标准输入那个例子 这个例子大家不用去 太过较真地掌握 因为在实际的 WebSource的开发中 其实用作不是很大 这块应该是 我们可以写一下标准输入输出 是NUX的一个基本概念 只不过是标准输入API方式去实现了而已 我们介绍这儿就是演示一下 这个type的这个功能的使用 Process.StandIn.Pype 然后Process.StandOut 这个SCT就是Stand的标准的意思 就一行代码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完之后呢 它就到这儿 它就 没结束 它等你输入 StandIn嘛就是一个输入 然后比如说输入123 回车 它立马就出来个123 然后输入456回车 随便输入一个回车 随便输入一个回车 我们先停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那个Pump的意思 就是我们通过标准输入 它输入 一旦输入完之后 它就会流动到标准输入里面来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我们已经把一个水桶和另一个水桶用管子 一起连接起来了 你在这个水桶中倒入一点水 它就慢慢流过来 倒入一点水 它就流过来 明白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为了演示管道的一个用意 其实 讲这个水桶大家实际都理解 但是水桶 这个例子怎么在代码中去体现 对吧 还是得需要一点 实际操作经验的才行 然后我们演示第3个例子 第3个例子就是那个 request的数据直接去返回的例子 我们 因为这种代码我们写的太多了 我们就直接写了我们就做获得解释 然后castserver 不是成attp.create createserver 这里面一个回交函数 第1个参数是request 第2个参数是response 好 如果request.method 等于post 有post之后 我们可以接收很多数据对吧 然后直接request.pipe response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直接从request的数据接收完之后 直接pipe就是通过一个管道连到这个response就可以了 然后store.listen 比如说8000吧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 大家看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一行 我们看一下 这样我们启动这个 test1 启动完之后 它就已经监听了8000专口 对吧 我们通过postman去访问 直接这样就行了 直接post这个lohost的8000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数据里面呢 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 name等于 双月 然后 city等于 北京 对吧 我们输入一些数据 然后直接send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我们send的内容 也就是说 现在request是一个水桶 然后response是一个水桶 它们之间也是用一个管道连起来了 一旦我request里面接收的内容 然后就会立马通过管道 跑到这个stream 来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留的这种关系 当然管道是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我们输入的request的内容 很多的话 它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这 只有这么短暂几行 它不会 它没必要说分段了 如果我们request内容很多的话 它会什么 它会像水流一样 一点一点的流过来 这个一点点的怎么去体现呢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这个 可以打开这个app js里面 处理那个postdata的时候 这个里面会有体现 就是这个 我们pvd演示过 就是ondata就是体验的 一点一点的 其实我们客户端网 所有端传递数据 就是一点点的传递的 当然这个一点可能是 不是那么的一点 它可能是比如说 十几kb这样的 如果是你的 传递的数据 好几个G呢 它可能是要真的分好多好多次 才能传完 但这种操作是非常 可以优化内存和cpu的一种操作 也可以优化 网络带宽的一种操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 演示一下这个 Stream怎么去操作文件 我们之前演示的都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很熟悉的例子 但是我们 上次操作文件是直接通过这个fs去操作 readfile和readfile操作的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Stream的方式来操作这个文件呢 来看一下 比较简单 就是前面这四行都是一样的对吧 然后后面这个readfile 大家看一下 readfile readfileStream 是这个fs.quitreadfile 通过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filename一个的传进去 这样的话就创建了一个 读取文件的一个Stream对象 然后readfile呢 通过这个createreadfileStream 然后filename2 创建了一个 写入文件的一个Stream对象 一个是读取文件的Stream对象 一个是写入文件的Stream对象 每个Stream对象大家都可以认为是个水桶 然后这个readfile是个水桶 readfile是个水桶 然后他们之间用个pipe连起来 这样的话就会把第1个水桶的值 的东西 然后通过一个 管道 连到了第2个水桶中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什么 实现了一个拷贝的功能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然后拷贝完之后 因为他这个拷贝是一点点的拷贝的对吧 数据是一点点流过去的 他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通过这个readfile.onend 去监听就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 这是一个拷贝 这是一个拷贝文件的一个例子 拷贝文件往往也是这个Stream操作文件 IO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拷贝效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如果我们发起一个请求 一个get请求 这个请求呢 想读取一个文件的内容怎么办 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 这个比如说这个文件内容叫file name 文件名叫file name 我们只需要创建一个读取的流 然后 这是一个水桶对吧 然后通过一个管道连到什么 连到reesponse就可以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的话这个数据就会一点点的流过去 而且效率非常高 就是每一个Stream对象 他都是一个水桶 然后我们读取了文件之后 他就做一个水桶然后reesponse也作为一个接收的水桶 然后通过一个管道把这个来源的水桶 然后连接到接收的水桶就结束 我们接下来